數鈔票越數越心酸 因為央行上週再升半碼 房貸族如坐針毯 如今公股銀行率先跟進 趙鋒開第一槍 宣布調升利率到百分之一點九三六 有兩戶房貸的人則突破百分之二 其實這種壓力就 現在目前也沒辦法 必須要繳的房貸的話 我們還是得就是乖乖繳 不然房租要被收走了 各家公股銀行房貸調整日不同 像華南是每個月七號 土銀每個月十號 台銀合庫第一銀行和張銀 則都是十五號 明年開始也將陸續調高 首購族持有兩房和三房的 三類族群房貸地板價 也分別調高到百分之一點九三五 百分之二點二二五 和百分之二點三四五 如果貸款一千萬三十年期 來計算每個月需要多付 三千零三十元 一年下來貸款負擔增加三萬多 我覺得年輕人根本沒有能力 那薪水太低了嘛 有在存錢在買房子了 沒有他也是在外面自己住 跟朋友一起 他跟他的公司同事租房子住 未來有規劃 因為升級其實對我們的房貸利率 都還是會有影響的 就連財政部為首購族設計的青年安心成家房貸也調高 一段是機動利率突破百分之二大關 雖然從三月開始有減半碼優惠 扣掉後為百分之一點九 但減碼措施也直到今年底為止 央行升息抗通膨卻難以hold住貸款組合包 參選孫寬李孟山台北報導 就是加小村的一段 這個總統的一段 從三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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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